二十四号我们就开始在塔塔兰美德卡苦手 今天已经是第六天了 我们还持续着这个信念 一定要达到目的 一定要做到 为什么那么坚持 因为这个是一个不能失败 不能失败的一个mission 这一次站不稳脚 整个反公开的运动 就难走下去了 就非常难走下去了 当然我们说在美德卡前 杜利乐前要达标 现在还有两天 可是我们还坚持 不达标还是要走下去 成功做到 不单止把Linus关掉 一定会关掉 而且它更深远的意义是 以后任何的有公害的工业 都不会再踏进马来西亚一脚 因为我们已经向全世界 全世界发出最响亮的声音 我们马来西亚人 环节一致 在最短的时间里面 一百万个人站在一起 用同一个声音 用同一个行动 告诉全世界的人 我们马来西亚要跑向一个绿色的军机 我们马来西亚拒绝 任何伤害我们这片土地 和伤害我们孩子全土的工业 踏进我们的国土里 这个是意义甚远的 达到一百万之后 又有什么作为 如果说把这个一百万签名 交给我们的首相 交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政府 它会改变吗 当然不会 这一百万的签名 达标后 不是向我们的首相做出要求 也不是向这个政府做出任何要求 这个一百万签名做好之后 我们是和国际各组织 有如这个绿色和平机构 和一些澳洲的绿色民间组织配合 然后向这个Linus 做出在外面做出最大的压力 施压 尤其是这些金融公司 和这个supplier 和这个要任何公司 有和Linus来往的 给予他们施压 那么在经济上呢 就把Linus打倒 很多的人都自动自发了 非常热忱的 非常诚恳的 站得出来要奉献 有些是保护 有些是年轻的父母带着孩子 有些是年长的 几乎是不能够自己签名的 也要来签名 这种反应呢 你知道 人们都希望能够奉献一番 都希望能够带来改变 这是觉得非常鼓舞的 虽然我们不知道 这个效应会发展到如何 不过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剥下的 就是爱的种子 视为下一代 带来希望的一个行动 现在的这个全民运动的进行 令我们充满着希望 我们会带着一个都不会少的一个态度 一定要达到 这一次我们是一百万平凡的老百姓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一定能够做出不平凡的事 我们一定能够把LINOS关掉 而且也把这片土地以后的日子做得更好 我们期望的就是发展一个绿色的经济 把这片土地丰富的资源留给下一代 那个是我们的愿望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